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3日 现在想跟大家讲讲几则财经新闻 第一则财经新闻相信大家都相当关心 欧洲有很大的投行传出报报这个消息 影响了今天金融市场 究竟欧洲投行是哪间出事 以及会不会引发另一次金融海啸 至于另一则新闻 我就会跟大家讲讲 关于李嘉诚 他减持了邮柱银行 电脑代号是16500 这只股份 这只股份是今天大跌12% 收市也跌了1成1 为什么李嘉诚减持 还有减持有多少才会令到 这只股份单日大跌12% 等下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大家记住 在未听我讲入正题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留言赞好 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另外也希望大家能够将这条片分享开去 现在我先讲一讲 现在欧洲方面 一宗很重要的大新闻 就是有消息传出 欧洲两大投行 其中一间叫瑞讯 瑞士信贷集团 还有另外一间叫德银 德意志银行 传他们有机会 爆煲 这个消息阻断 令市场方面 相当之担心 但今天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股市的反应 都算温和 恒生指数最高只跌了200多点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出现恐慌性的抛售 但是 如果你看回 这个指数就叫做CDX 这个叫信贷违约调期CDX的指数 他一直创出 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峰 反映了市场方面 的确是很担心 这个是瑞讯有机会爆煲 因为这个水平 CDS升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 即是接近了雷曼兄弟 在倒闭的时候 的最高水平 这个指数就反映了 投资者 是很担心 好了 为什么 是瑞讯会传出 爆煲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 大家都知道近期 就是欧洲经济比较差 再加上 欧洲方面 通胀很厉害 现在 在欧洲方面或者全世界都会 债券价格下跌 这些投行 相信 很多都应该持有 这些债券 欧债 或者其他国家的债券 在债券价格下跌期间 自然 他们的投资 他们的资产 就会蒙受损失 瑞讯集团 其实 今年 第2季 出现了亏损 例如今年 业绩方面 第1季 瑞讯方面 已经亏了 2.73亿 瑞士法浪 是2.73亿 瑞士法浪 折合港元 是22.2亿港元 至于第2季 市场估计亏损进一步扩大 去到3.98亿 瑞士法浪 若莫是32.4亿港元 如果你看到这个亏损的数字 当然不算是太大 相比雷曼的时候 我相信 规模是小 但是 投行来说 这两家在欧洲算是最大 由于亏损 再加上 客观的形势不好 以及瑞讯 最近来说 亦都不断有丑闻困扰 例如 早一段时间 他就因为 Akigos 这个基金 爆煲 所以拖累了他 另外 他的合作伙伴 Green Seal 亦都出现了大额的撥避 这些情况 拖累了 瑞讯今年的业绩表现 再加上近期 大家都知道 英国方面 债券价格大幅下跌 总之 整个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 令到 市场方面 担心 瑞讯 和德银有机会 出现了 这个是债务违约的风险 有机会频林爆煲 你说这个消息可不可信呢 到现在来说 仍未有官方正式的公布 但我觉得 空月来风 未必无因 通常市场传出这些消息 一定有原因的 传传下就会变成真的 现在瑞讯是行政总裁 他为了稳定军心 所以他已经发信 向他的员工表示 他说公司有强大的资本 他亦相信 公司方面 财政方面 没什么特别的问题 但是这些维稳的说话 不能使 市场方面 安定 市场都相当之担心 无助挽回市场的信心 好了 面对这种情况 瑞讯如何处理呢 现在有消息报道 瑞讯为了挽救这个危机 他将会进行三方面的改革 第一方面 将会将一间公司 一间 拆为三间 拆了哪三间 包括了 资讯的业务 可能是投资顾问的业务 另外 拆开另外一间 叫做坏账银行 坏账银行 持有大量的坏账 将它分拆开 以及将其他的业务 亦都分拆开 于是 瑞讯有机会 唯有挽救 今次的危机 一间拆成三间不同的 集团 另外 第二个步骤 挽救现在的危机 据问将会大幅度裁员 早前已有消息传出 在亚洲 他们都已经 开始裁员 而瑞讯现在全球有5万员工 如果大幅度裁员 相信 这个浪潮亦都有机会 对整体经济 在欧洲方面 或者 不知道会否波及到其他投行 亦都会采出同样行动 总之 在这方面来说 亦都是相信 对金融市场来说 是一个坏消息 好 至于第三个 挽救 目前危机的方法 就是 将其他有钱赚的 部门 逐步逐步 出售 希望能够 使 未来来 在借贷方面 不要出现太大的阻力 这三个方法 会否令到瑞讯 到过今次危机 暂时不知道 现在市场传出 今晚美国联邦储备局 亦有个特别会议 有可能谈及到 有关的事件 究竟 美国联邦储备的特别会议 是否因为瑞讯 得銀事件而召开 过去联邦储备局 亦有 一年也有几次召开特别会议 所以未必真是为了这件事 但市场现在可以说 惊攻资料 所以令到这些消息 都在市场 可能引发敏感的反应 现在市场又归咎于 瑞讯德银的报告 有可能因为联邦储备局 接联大幅加息 所以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甚至有机会 存责有机会是 因为这样的情况 而联储局 去加息的步伐 可能暂时会停一停 希望缓和 在欧洲的投行 欧洲的金融方面 可能因为大幅度加息 而出现的问题 这种种都是市场的存质 暂时事态还未有进步发展 但是 这个消息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因为如果 出现了爆煲的话 相信对投资信心有很大打击 当然 我也相信 未必会重蹈 2008年雷曼事件的翻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年来说 雷曼事件的爆煲 就是由于 很多迷你债券 在全球 就是销售 所以影响相当之广大 牵连甚广 很多小投资者 都是受累的 但是今次 瑞信 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最主要是因为 投资出现了大幅度的 亏损 而导致他们 有机会出现财政困难 两者 就不可以 一拼而论 好 说了瑞信 德银 这就是今天的重要消息 接着也想说 关于香港股市 另一则 可能大家都 有兴趣的 新闻 上星期四 9月29日 李嘉诚的慈善基金 在场内 减持了 油柱银行 电脑代号1658 减持了多少股 减持了5万股 套现多少钱 套现了港币 只不过是 23万5500 每股的沽售价 是4.71 你想想 沽了5万股 只不过是套现23万 我相信 现在香港一个散户 沽售的股票 金额 也不知那么少 甚至 油柱银行 每天 小投资者 炒卖的时候 也不止5万股 所以5万股 沽出去 套现了23万 李嘉诚慈善基金 理论上来说 对市场应该没有影响 但是这个消息一公布之后 大家知不知道 市场怎样反映 原来 香港股市很大件事 这只股票 下跌了12% 去到收市 还跌了11% 跌幅相当之巨大 较早前的跌幅 加上累積跌幅相当之大 可能你会奇怪 为何沽售5万股 会令到 这只股票跌得那么厉害呢 因为是李嘉诚的名字 还是因为5万股的沽压 那么重呢 其实 李嘉诚沽售股票 当然 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市场来说 影响一定是大的 但是 大家要留意 原因 也不是全部 都是因为李嘉诚沽售 最主要原因 原来 在他公布 减持 邮储银行5万股之前 原来 李嘉诚 慈善基金 已经在市场 不断 静悄悄的沽售 前后 已经沽了 8300万股 令到他的持股量 由11.41% 减持到10.99% 原本持有22.678万股 一路减持到现在 只剩下21.84亿股 减持的幅度多不多呢 都不算太多 未足百分之一 但是 由于 他的减持 大家就很担心了 大家担心 究竟他剩下的股份 10.99% 会不会陆续在市场沽售呢 你能看到 沽了8000多万股 市场已经是如此惊恐 剩下的 差不多有11% 假如他再在市场沽售 大家就可知道 杀伤力 将会很大 市场的担累 令到 这股份 今天来说 即刻急跌 大家都害怕 他手上剩下的11% 将会陆续在市场沽售 在市场沽售基金 里面的章程所说 根本这个基金 所投资 所有的得益 都是作慈善用途 未来来说 是会 捐出来给 社会 换言之 就不是因为 可能看淡 或者是因为有任何原因 假如他真的需要 作慈善用途 其实他会沽售 当然 亦有机会 是因为慈善基金 对 他这股份的未来前景 不看好 所以 他现在 已经有利润 所以在市场沽售 这点也不出奇 沽不论如何都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大基金 或者知名投资界的 股神 沽货 往往对市场有很大冲击 最近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 比亚迪股份 电脑代号1211 由于股神巴菲特 在市场减持 亦令到这些股份 立即大幅下跌 好了 现在 想顺便提出一个问题 是否这些大的投资者 沽售那只股票 那只股票 一定是前途没了 前途一片暗淡 是一定 必跌 必死无疑 其实又不是 如果大家 有看回 过去的例子 东方海外 其实李嘉诚过去 亦是持有一定的数量 他曾经试过多次在市场沽售 沽售的价钱 亦是 不算太高的 例如较早前 曾经试过 100元左右 亦试过在150元左右 他用了折扬价 去沽售东方海外 当时来说 一宣布这个消息 令到东方海外股价 即刻急跌 但是经过一轮消化之后 如果大家有记性 就知道 东方海外曾经升到上去 差不多300元 其后 派送了特别的股息 仍然是继续上升的 由此可见 这些大的投资者 这些如此有名 骗黑有名的 大投资家 他就算沽售股票 就不代表他看淡 那间公司的前景 也不代表 他的眼光一定是对的 有很多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股神 沽股票 结果那只股票越沽 价钱越高 所以我觉得 尤柱银行 如果大家 经过分析之后 认为是好的时候 我觉得 现在因为他的沽售 而下跌 去到低位 有机会反而是 吸纳的良机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